一样的职场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 一样的难题可以有不一样的应对 欢迎收看职场系列 另类职场人 在这几次节目中 我们请进的嘉宾 是在大学里做了二十年副教授的陶老师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副教授 还没当上正教授呢 那是因为二十年前 陶老师就决定 坚决不用不正当手段去获取晋升的资本 这个决定非常另类 而陶老师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恐怕也没想到 环境并不允许他独善其身 所以又给了他一个更大的挑战 看他到底如何坚持自己的原则 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是你的职场 这是我的职场 这是我们塑造生命 一起成长的地方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这个科研工作过程中 我所面对的一个 是否能够做一个诚实的科研工作者 这样的一个问题 最近可能大家会从新闻报道上 看到有关这个各个院校 出现了一些就是学术不端行为的公布报道 那我所在的大学 也有很多的老师 就是榜上有名 那当然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其实我很感恩的是呢 我是没有在这个榜上被列到的 当然呢 很多人没有被列到 但是呢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而是因为他们暂时没有被发现 其实在我们的同事当中 大家也会说 如果真的查的话 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都会曾经在学术上 有过一些不诚实的行为 那这件事情呢 我一开始也会纠结啊 就是当别人去做一些 不诚实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做 在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一句话啊 他会提醒我 说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我也记得 其实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老师 他也说过了 说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 真实 你要真实的去发现问题 然后呢 提出自己的观点 就是说如果科学都不真实的话 他说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可信的事了 因为他的这句话 当时给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所以在我带研究生的过程中 我也很看重这个实事求是这样的一个科研的态度 比如说我在写这个科研报告的时候呢 在评估的时候 我就很不愿意用啊 当时我们都会说 你的水平是国内领先 还是国际领先 或者什么的 因为当时就觉得 哎呀 客观的说 我的这个水平 他其实没有多么领先 嗯 他只是呢 让我在这个领域里 做了一份工作啊 就是整个研究工作的一种积累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就会觉得啊 不能用上这个领先的词 然后同事就觉得 你这个样的话 就是就是低估自己 我就说哎呀 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 我一直也是坚持这个原则吧 最近啊 就是有一个研究生 他就面临了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就是他已经读研 嗯 六年了 嗯 就是我们要求是八年啊 必须完成研究生的学习 他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 但是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对这个课题的评估和答辩的要求呢 就变得嗯 更高了 然后以至于呢 他的课题呢 一直也不能通过答辩 他为这件事情苦恼 然后呢 他就收到了一个提示 说你可以给评审啊 送一些呃 这个礼啊 或者就是有一些办法啊 然后能够让你通过 然后他就来跟我商量 呃 当时我的脑子里啊 也 也闪了一下啊 然后可能是有一段时间 我说我要想一下 呃 也怎么办呢 就是我不能白上了吧 那我说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不能用这种方式 然后我就觉得 我说如果我们的水平达不到这个呃 毕业生的要求的话 那我们就是应该去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水平啊 然后让他去达到要求 但是却不能用这种方式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的话 得到这个学位也不心安理得 那后来他说老师 我的水平就是比较低 我说那我们就应该去解决 我们水平低的问题 我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怎么样来改变 我们的这个论文的本身的这个问题吧 然后我们看专家给我们提出哪些修改意见 我们能做到什么 比如说专家说我们的这个文献阅读不够充实 那我们就要去增加阅读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按照专家的意见 去修改论文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在研究生学习期间 没有达到的一些这个目标 我们去重新去达到 然后比如说 我说你看你读过几篇这个参考文献呢 他实际上就是还没有时间读很多 现在我们就从重新查阅文献开始 然后呢我说我们抓紧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 把我们就是没有做的东西都补上去 那起初呢这个学生他就是说 老师我做不了 然后我就干脆我也放弃了 那这个时候呢我又 哎呀又想 因为当时也挺纠结的啊 就是嗯他放弃了呢 按照我们同事的说法就是他放弃了你不就轻松了吗 但是我又想到呢这个学生的他的利益啊 他真的是毕竟读了六年 如果放弃了也是很可惜的 嗯然后呢我自己觉得呢 在他这个读研的过程中 嗯实际上呢他也有一些进步 然后我们以前的这个教育目标 就是你让研究生学会了科研的这个思路 然后经历一些科研的过程 让他能够独立的完成一个课题的设计 然后到这个结论 那么这样的一个科研经历 让他得到一些科研能力的提升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在这些呃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呢 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 如果现在都放弃了呢 对这个学生来说也是很可惜的 嗯我说那你真的就觉得这样做 嗯觉得不会后悔吗 我说先给你一个周的时间你回去想一想 那他就回去想啊 最后我也鼓励他中间我又会跟他说 老师现在也开始帮助你就是查阅资料重新审题 然后呢我们需要补充的一些实验 我说你可以再去做 然后这样呢我们就会更加丰富我们的这个内容 补足我们一些欠缺吧 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些疏导吧 然后这个学生他后来又又有信心了 老师好我们现在再重新开始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 对这个论文和这个专家们提出来了 我们论文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呢 进行一些呃补充啊修改 然后呢缺乏的实验我们就开始现在让他去做 这件事情呢我想分享的就是 这个世界呢对我们呢真的有各式各样的一些不好的影响 嗯就是当别人都在做一些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那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挑战 你要么选择跟别人一样的去做 那你就会良心不安 就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同事 其实我们平时也都知道啊 谁会花钱买论文呢 然后谁会就是让别人替做呀 谁会编造数据呀 这些其实我们大家就是 其实大家也都心照不宣都知道 嗯但是就是当这个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 嗯其实那些同事呢 他们的心里就会觉得也很不安 他们会觉得哎呀有一天 就是会不会我的也会被公事啊 嗯但是当你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你的心里会因为 哎我没有这样做 真的是会坦然 所以我我就是想想说的就是嗯 嗯当你知觉做一些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表面上看你在既得利益上会有损失 但是实际上你获得的是这种内心的这种平静啊 嗯安稳呢 那是真的是用一些别的东西不能替代的 因为我们大家时常都想啊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 嗯我们都说都希望啊晚上能睡得着睡得心安 但是你怎么样才能获得呢 就是当你去拒绝做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这样的平安 但是如果说你拒绝的时候 你你可能也会呃有短暂的这个犹豫 你会觉得哎呀我这样的话就是 我就会在一些成绩方面就会少了嗯 那个真的是短暂的尤其是我之前也分享了 当我决定不再禁止撑的时候 也是因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决定拒绝那些 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各种健身的一些资本 就是我会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 嗯所以最后呢就是不管 就是坚持撑还是在我辅导研究生的过程当中 嗯我自己呢一直还是坚持我自己的原则 那也特别感恩 现在也是能够在这种 大家都担心焦虑啊被查处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 我还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心安 不占罪人的道路 这样的话你就会啊 会有意外的这种祝福 我不知道大家会感觉到这个内心的这种平静安稳是不是一种 祝福呢但是我是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谢谢大家 感谢陶老师的分享 是的在职场中坚持做诚实人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当我们所坚持的诚信影响到了其他人的利益时 这样的坚持更是难上加难 陶老师的经历提醒我们 在持守原则的同时 我们还需要以爱心来帮助那些受到我们决策影响的人 协助他们在困境中躺出一条路 让他们也看到诚信带来的美好结果 我们相信当那位学生付出加倍的努力 最后凭实力拿到他的毕业证书后 他得到的才是真实的快乐 心安理得的快乐 节目结束前 让我们一起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一 自己带的研究生一直不能毕业时 陶老师坚持不让他走旁门左道 你怎么看这件事 如果你是那位研究生 你会怎么想 二 你的职场中也存在 以不诚实换取晋升的现象吗 你是如何应对的 三 坚持诚实有代价 也有收获 你认为孰轻孰重 如果你是陶老师的研究生 你会怎么做 欢迎你的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